好 今天我們要跑來台北地下街買遊戲 好不好 很久沒有來地下街了 主要就是武漢肺炎嘛 還是有一點疫情存在的 所以呢我們最近都會比較少來一點 就是非必要不會來啦 也不會逛太久 來也是戴著口罩 對 來也是戴著口罩 那其實我們現在已經出來了 先推回去剛才的一小段影片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今天要跑來地下街買東西了 好不好 我們總共買了多少 買了薩爾達 對 這是薩爾達 芝夢島的 對 很可愛 他這隻很特別 因為他的那個 外觀的那個烤漆處理不一樣 亮面的 對 它是亮面的 我剛才就發現 怎麼看起來比較亮 對 對 比較可愛 所以之前比較 價格比較高 呵呵 因為有不同的處理吧 好像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有不太一樣的價格 再來又買兩片遊戲 這個 不認識 酷酷的 這是惡魔獵人 三重包 我記得沒錯的話是這樣 然後 惡魔獵人其實已經出到5了 但是他的5代之後在PSBOB上面有 另外一片是刀神 情侶嗎 不是 這SmartGit 不知道是什麼 可能是比較暴力一點 好是喔 對啊 相信大家 那都已經看了剛才的影片了 其實 現在在地下街啦 就我們剛才所看到的 他的戴口罩比率 我覺得應該已經超過50%了 剛剛進去地下街 應該說剛上去地下街 因為我們的車子是挺愛地下室嘛 剛上去的時候呢 那個戴口罩比率其實還蠻高的 不過實際上這樣走一走 還是有發現 就是有一些朋友或小朋友可能還是沒有帶的 那因為目前為止嘛 那個政府是說還沒有到很嚴重的社區傳染 所以是還好 不過大家還是要注意保護自己啦 因為 現在的外面喔 你也不知道說冰毒會在哪裡 多小心為妙 那多洗手 因為我們要上車前其實都有先用那個 消毒的東西 噴一下手啊 對啊 稍微處理一下 乾洗手一下 酒精之類的噴霧啊 然後地下街 我剛才有特別去找了一番賞 因為最近呢 有一些一番賞 好像還蠻熱門的 可是那個一番賞喔 欸 是沒有看到的 主要就是那個魔物獵人啊 他剛還是沒看到 然後比較有趣的是 有看到一個那個 七龍珠的一番賞 然後他的下面那個 DEF3吧 就是比較 比較普通一點的那幾個產品 那幾個禮物 幾乎是還有一堆 我這樣偷測下來的話 差不多還有 30張以上吧 但是那個ABC賞 ABC賞應該都沒了 所以有點 有點可愛 這個 有人會抽嗎 還是大家都會等說 看看有沒有勇者去抽一下他喜歡的東西 然後最後再去等那個 最後賞 把它包排下來 我是不知道啦 因為我本身玩一番賞 我就是偶爾玩一下 抽一點東西這樣玩一下而已 你再說玩一番賞 你感覺怎麼樣 我感覺 有點 要抽到大獎有點困難 因為他D啊E啊 都重複好多 對 因為 沒辦法抽獎就這樣嘛 這是 不可避免的 因為他全部 除了商人要賺錢啦 然後這些 這些獎項的那個金額 也要拿來去補貼給那個ABE賞啦 然後最後賞啦 那些比較大的公宅 嗯 對 啊不然你 200多塊錢 然後一抽就 欸 超大公宅一隻 這樣子基本上 商人應該會虧爆 對啊 對啊 而且那些都有授權的啊 嗯 對啊 然後最近這樣出門啊 其實又明顯 感受到一點差異啦 因為現在這時間喔 是下午的4點半左右 這時間基本上 我從台北地下街 如果從那個 地下 地下室 地下道 地下室 從地下室把車開出來 通常那個車子都會是蠻多的 像以前你跟我來 應該也都覺得那個車蠻多的 對啊 要切出來那個市民大道啦 會有一點 需要稍微等一下 等一下剛好沒車的時候 對 但今天一切上來 哇 整個空的 兩三台車而已 蠻特別的 而且現在這時間 其實已經很接近下半時間了 正常來說 車流量會多一點 對 可是現在其實這樣看出去 蠻空的 對 車流量真的是還算蠻少的 像我下午去郵局 其實以前來說 前面應該要拍 至少也要八個以上 結果我前面是零耶 我抽了就一 所以其實這個疫情 有蠻大的影響 說真的啦 還是有差 對 不過大家還是少出門也比較好 對 然後等一下我決定要去買一杯 所以老婆大人很喜歡的飲料 去犒賞大家一下 今天陪我出來 逛地下街 好 其實也沒有逛什麼啦 也沒有逛什麼啦 就趕快買一買趕快走 對 我們今天就是真的 買一買 然後稍微走一下 因為我要找那個一般賞 我想說要找看看 可不可以找得到 抽得到 然後 是沒有看到 我看了幾家是沒有看到 不知道是被抽還了 還是有進貨的媒體家 因為據說目前為止 好像是只有日本的 就是日本的來台灣的 所以等一下要去買飲料嗎 所以等一下要來去買飲料 好 好啦 現在時間好不好 四點半左右 外面的車流量 我真的覺得有明顯變少 就稀稀疏疏的 以前來說應該是整個這樣 轟轟過來 轟轟過來 這什麼意思 紅就是 綠燈的就會 全部都會一起衝出來 其實今天會買那支 Amiibo 我覺得並不是很意外的 因為其實那支 Amiibo 我已經看過蠻多次的 我覺得啦 其實真的是長來蠻特別的 因為它是那個 亮面的外表 而且我很後悔有一次啊 我記得那個時候去拍影片 是去 那些什麼 是去盡多爺電玩店 然後拍影片的時候 我發現到一支毛線藥吸 那時候看到那支藥吸 心裡面就覺得說 哇這個 Amiibo 真的是設計的好不尋常 非常的特別 當下其實有想說要買 可是在那一天 我就沒有下絕 你把它給帶回家 後來才發現 哇這毛線藥吸 真的是不得了 因為後來都找不到了 所以 那次就蠻後悔的 對 我連去日本都好幾次 我都沒有看到那個毛線藥吸 對 我就覺得 我還特別要找他 對 真的非常後悔 就是沒有把它直接帶回家 但是 這一次我就做了一個比較好的決定 看到就買 我今天去的時候 我有問他 我問他說 欸 不對啊 這支為什麼價格跟其他好像差蠻多的 因為它的價格 我覺得 快要接近兩倍價 差那麼多 對 差蠻多的 我就問他說 怎麼會這樣子 我不知道它是水貨還是怎麼樣的 反正就是價格有差就對了 然後 我在那邊站著就考慮一下 因為我在看還有什麼遊戲可以買回家開箱奔箱 然後我就在那邊想說 到底要不要買他 要不要買他 然後順便掃了一下amiibo 就是最近比較新的一些amiibo 後來想一想 蠻特別的 我還是把它帶回來好了 要不然跟要希一樣 很難找了 對 因為我覺得 它真的很特別啊 你看 我剛才看就有看到啊 就有想說 欸 怎麼這個比較亮 對 它是自夢島的角色 對 蠻常看到的啊 之前去逛的話 是蠻常看到的 而且你有玩一下 所以你對這角色應該比較熟悉 然後他拿的應該就 大獅之劍跟海莉亞的盾 其實還蠻可愛的 我剛才一看就真的 欸 我說這是新的造型而已 對 就只是這樣想而已 對 但是真的很特別 對 所以我這次就直接把它帶回來 完全沒有任何多想 對 不敢再多想了 怕之後買不到 對 因為我覺得說 其實收集amiibo也不錯啊 我覺得它蠻可愛的啦 就是 不管會不會去掃東西 像很多人會把它抓出來 就是會 網路上面很像一種拆盒拔 他們要拆盒拔從下面慢慢開 保護 保留那個盒子 你把它拆出來 逼完道具 或者拿完 你可以拿的東西以後啊 還可以把它塞回去 就是 一樣放回盒子 這樣把它拱起來 嗯 那我是完全沒有拆啦 主要是因為 擺放而已 對 我把它當成一個公仔 一個收藏這樣子 一個模型 對 對 所以整個 嗯 amiibo其實我有拆一部分啦 但是 後來買的我就比較沒有拆了 早期我買薩爾達傳說的有買幾組啊 然後 氣彈大作戰的也有買幾組啊 那一些我之前買的都有 拆 拆開來 現在就比較沒拆了 現在都擺在工作室後面啊 我看有好多隻 對 是不是在這一條啊 好像是吧 找一下 欸對咧 我們的 飲料來了 而且這一間比較沒有人 不用等 然後 我的車子不知道有沒有辦法去 趴陶 稍微麻煩一點 等一下不是只是買個飲料可以 所以說 連便當都上車了 吃飯時間要到了啊 就一起啊 那你這是買什麼 我買了 黑糖珍珠鮮奶布丁 加了的布丁 對 多了布丁 對 因為沒喝過 不知道它的口感會是如何 感覺會比較甜一點 會比較甜一點 對 因為布丁 但是我還跟他講說無糖 可是它黑糖 黑糖無糖怎麼辦 好像想到了 怎麼辦 該不會打開只有鮮奶珍珠布丁 然後沒有黑糖 對 好笑了 好啦 那等一下再去喝喝看 好 結果到家了 真的稍微試喝一下 嗯 非常好啊 我決定把它拆開上蓋 給大家看一下它裡面的那個 內容物 好 這是我們剛才買的一杯 非常棒的 黑糖珍珠鮮奶 有沒有看到 這顏色有沒有很漂亮 喔唷 顏色很漂亮喔 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什麼樣 發現了嗎 來攪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努力的攪一下 努力的攪一下 好 有沒有發現這顏色非常漂亮 很單純的顏色 因為他真的沒有在裡面放黑糖 所以這一杯 他的名字叫做黑糖珍珠鮮奶布丁 然後後面跨斧 無糖溫 但其實他可以直接把黑糖拿掉就好了 所以這一杯那其實是叫做珍珠鮮奶布丁 然後再加上 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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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